大家好,我是Sammy 倫敦有不少重建区域 之前介绍过的有Canary Wharf, North Greenwich, White City, Wembley等等 大家可以见到重建后的地区,环境企理很多 配套又完善了 最重要是重建后当地的楼价都有不错的升幅 今次要介绍另一个重建地区 就是位于倫敦的Voolage 这里以前是军工种地 但政府由2001年起开始积极活化这区 经历了接近20年重建 部分地区已经脱胎换骨,不同了 再加上开通了Cost Real 伊丽莎白线 Voolage去松温的市中心又快了很多 所以这个地区就成为近年的投资焦点 今次影片会带大家看看Voolage这个区域 还有在Voolage附近Plumstack一个轻建紧的新盘 入场费都相宜 在Voolage附近平 Voolage位于伦敦的东南面 地铁图的位置属于松科 大家一听松科 感觉好像很遥远 对吧? 但其实网上的地图 它是我之前介绍的区域 Grenage旁边 根据Google Map的显示 由Voolage火车站开车过去Grenage Park 交通畅信都只是15分钟 坐火车过去Grenage市中心 都只是坐5个站 车程同样是15分钟 这里也很近金丝着码头Canary Wharf 自从伊丽莎白线在今年5月开通了之后 坐2个站就可以到Canary Wharf 时间大约是8分钟 坐4个站就会到松溫的Liverpool Street 坐到Bond Street都是7个站 所需时间分别是15分钟和23分钟 除了坐Cross Wheel之外 大家还可以选择坐轻铁DLR 两个站就可以到London City Airport 大家可以一直坐到Stratford Stratford就是2012年伦敦奥运主场馆的所在地 另外可以搭船到伦敦市中心 这里还有很完善的巴士网络 可以搭巴士去不同的地方 Voolage以前是军工种地 这里其中一个地方叫Royal Arsenal 皇家冰工厂 原来真的有一家很大规模的冰工厂 根据维基百科资料 一战时期这家冰工厂的面积多达1285英帽 有8万名员工 直至1967年冰工厂才关闭 至于在这里工作的工人 在1886年成立了一间足球会 一直发展到现在 现在变成了一支很厉害的英超球队 我做这段影片的时候 阿仙奥已经贵为榜首了 就立着第二位的万成五分 今天阿仙奥的主场是在游掌球场 是在伦敦偏北的位置 但其实刚成立的时候 他们的主场真是在Voolage 位于Plumstack Common的位置 待会我们也会介绍到 因为这里以前是製造武器的地方 所以今天走过Royal Arsenal 大家都会看到街头有很多大炮 还有很多一级和二级历史建筑 很有历史价值 由于Voolage以前是工业区 给人感觉很够很乱 不过2000年开始 英国政府就决定重建东伦敦 除了Canary Wolf那边重建之外 Voolage这边也是一个重点重建的活化区域 看Royal Borough of Greenwich这个网站 就将Voolage的重点重建项目列出来 它想将这里打造成一个文化为主的区域 重建有几个区域 首先是Royal Arsenal 这是Voolage全部活化项目中最大型的 佔地36公顷 工程原来在2001年已经开始 一直到2030年 预算这边一共有5000个新房屋 还有公园、康洛和商业设施 还有45万平方尺用地 会发展轻工业 至于到现在这一刻 已经建立了3500个房屋 有23座大厦就完全翻新了 创造了1300份职业 中了500棵树 稍后我们会看看这个重建了的区域 另外在Voolage Exchange这个项目 将位于Promstead Road和Space Street之间的 一个室内市集重建 预计可以有801个新建住宅 以及一些商用和休闲设施 还有一个5个萤幕的器皿 还有一个焦点重建区域 就是High Street 网站这里有说Voolage Town Center 在疫情之后获得一笔款项 高达1715万英镑 就要未来三年将市中心区域 变得适宜居住、工作和购物的地区 涉及重建区域 就是旧邦居住、很旺的大街Poward Street 以及Barrisford Square 还有英国地产巨头British Land 都用了1.03亿英镑 买了High Street这里大量土地 会将这一大大约4.9英镑的土地 重建成零售主导的商贸区 可以预示到Voolage 未来真的有翻天覆地的改变 Royal Arsenal都重建了近20年 现在变成了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Barris 旗下一个大型的活化住宅项目 Royal Arsenal 整个重建已经完成了七成 大家可以看到 重建质素都很好 環境漂亮不再说 这里可以欣赏到太不适合的景色 还有建筑很modern 没有英国旧城区那种古旧的味道 规划也经过精心布局 看到空间感很足够 楼和楼之间有较多的距离 不会迫迫夹夹很窄 还有很多绿化设施 街头放置了一些装置艺术 整个感觉很清晰 很文青 住在这里的感觉很舒服 发展商已经把这里打造成一个社区 除了住宅之外 还有商店、超市、便利店等配套 包括有马沙、Tesco Express、Saint-Barris等等的超级市场 这里还有7间餐厅 有空可以在街上吃東西 不用下下自己煮 另外靠近海边的Woolidge Works 是由政府出支活化的艺术文化中心 由5座历史建筑改建而成 里面有音乐会场地、剧院、艺术馆和餐厅等 规模比美香港的西九文化中心 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年轻人文化地标 2021年还被英国集战Timeout选为London's Best New Cultural Sport 成为试下年轻人一个很热门的聚脚热点 而World Arsenal去Voolage的市中心也很方便 在World Arsenal的车站一出不久就到了Powers Street 这里有很多大家很熟悉的商店 在这里做补给十分方便 这里附近有不少好学校 好像这家St Peter's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和Foxville Primary School 在Office都是属于 Outstanding的学校 正因为这里环境变得漂亮了 文化气息又重了 吸引不少年轻家庭和专业人士搬来这里 这是由地产代理Benham & Reeves提供的数据 Royal Arsenal Riverside 在2010年一房的平均售价是$19.7万 但到2020年已经升到$46.5万 两房由29.2万升到$59.9万 三房由33.9万升到$79.6万 即是由2010至2020年 这段时间平均升值是$234.8万 真的不说得少 Royal Arsenal Riverside 因为已经有很多设施落成了 整个重建都完成了很大部分 又升值了不少 大家如果投资的话 当然想买些便宜的东西 想便宜点的话 就要找一些刚刚开始重建的区域 才会有较大的升值空间 在Voolish旁边的Plumstack 就有一个潜力相对高的区域 Plumstack以前也是一个工业区 英国政府2015年公布了个重建规划 重点有几个发展 包括有重建图书馆、 优化Plumstack车站的公用空间 还有轻建住宅区、改善交通、 重建High Street和重建发电站等等 这个regeneration map更加清楚 电力站会变成一个新的办公地方 有市集、活动场地等等 图书馆大楼除了保留图书馆 还会加设一些文娱和运动设施 就变成一个文娱中心 High Street会化身为商业区 就变成一条以shopping为主要的街道 而住屋又是跟Barclay合作 在这儿搞一个大型的住宅项目 Barclay的楼盘就是在Plumstack-Colman 这个位置正正是阿仙奴以前的主场位置 大家现在看到这里已经在开工了 所以几年之后 这区有机会变成像Royal Arsenal Riverside那边 那么漂亮 Barclay已把Plumstack 这个住宅项目 大家看看这个模型 几大片公园 第二 就是有很好的配套 当中会有57,000平方尺商业用地 引入超市、餐厅等等 第三 就是交通方面 走四分钟 就会到Plumstack火车站 走十分钟 就会到刚才介绍的Royal Arsenal Riverside 那边可以搭到Elizabeth Glide 无论搭车去Voolage或其他地方买东西都很方便 第四 这里的屋院装修会有独特的主题 有皮革、木製品、图艺、金属、纺织等不同的风格 切合Plumstack以前是一个手工艺品很出名的地方 最后很重要 现时的销售单位属于第一期价单 根据Barclay效应 越后期推出的单位 价格会越来越贵 因为大家开始看到质素 Royal Arsenal Riverside有版 所以这次Lumber Square开卖 大家可以几乎用最低价买入这里的单位 说了这么久 一起看看示范单位 今天看这个示范单位是一个两房的单位 先看看大厅 地方都够大见洗 还有看到有露台 外面可以放到户外台等 客厅另一边放到一张饭桌 客厅沙发后面是一个开放式厨房 这个厨房也很大 有齐厨柜、家电、焗炉、微波炉、雪柜、红酒柜都有 还有炉头用电池炉 现在新式屋苑也很少用明火 主人房也放到一张大的双人床 可以三边下床 旁边还有一个床头机 可以放一些杂物 床尾还可以放到一张梳发仔 可以坐在这里看书休息一下 另一边还有一个大衣柜 另外还有套匙 套匙是浴缸 喜欢浸浴的就适合了 另一个房间面积不小 一样放到双人床、床尾 还有一个空间可以放到书桌 化身成一个小小的工作空间 客厅在房间旁边 而这个客厅是棋缸 刚刚看这个示范单位 就用了皮夹做装饰元素 所以看到衣柜手柄 还有些装饰 都是用了皮夹的 至于今天还看了另外一个单位 一样是两房单位 间格其实差不多 那就不重点再说了 不过重点想说 这里的主题是用木製品 所以大家看到是用木地板 厕所的櫃都转了用木製 喜欢自然和谐的 这种装修风格就对了 Number Square 有一房、两房和三房的房型选择 售价由$39.5k 听发展商说 原来在过去这么多重建 project 之中 这个都接近是最低价 项目的第一期预计是2025年春天落成 根据Bangnam's & Reeves 预计 这个屋苑的租金回报率大约有5厘 假如大家对这个楼盘有兴趣 未来也会有一个展销会 打开影片的资讯栏 就会找到活动的详情和报名的连结 循例做一个免责声明 影片是地方和楼盘的资料介绍 并非投资要弱 买楼也是一项投资 当中会涉及物业价格、汇率和息率的风险 大家做投资决定之前 就记得衡量风险 今次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这条影片有用 记得like、share和留言支持 还有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Facebook、IG和Patreon 多多支持 下次见拜拜 拿下来 说明了 你忘记了 你找出部分 subscriptions 意识尼